你願意出錢 出力 開車載 那是我體貼啊 不是以我 要抱怨 覺得不平衡 不要做啊 做自己不喜歡的是幹嘛 如果因為你喜歡他 你可以為他付出 那就不要嗶嗶嗶嗶等回報啊 我們當然支持性別平等 同樣職位的時候 薪水不一樣 我們也會覺得不公平 可是只有搬東西的時候 你們才會說 可是我是女生耶 負帳的時候 身世風度 這個時候性別平等死去哪了 性別平等 性別平等 這根本是選擇性平等啊 當性別平等是什麼 自助餐啊 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啊 啊 我真的不懂啊 明明就約好時間了 就一定要遲到個半個小時 20分鐘一個小時的 但是到了孩子那邊就跟我說 我要化妝欸 你又不用 衣服要搭 不然穿睡衣出門了 哇塞 不然搞得我找到 跟我的錯一樣啊 啊 所以我應該自己自動 往後推半個小時 不然我找到了還要 哎呦 不好意思啊 害你這個啦 啊 對不起 對不起 好像我的錯一樣啊 啊 跟你出門 成本就很高了 交通不用錢 化妝品一堆不用錢 多出去幾趟 化妝品就快沒了 買化妝品也要被嫌 素顏又要被嫌 那你在家看網美直播就好啊 我也好想你們喔 你們有想我嗎 我要講一個最爭議性的 是他自願要來的 是他自己要請的 我又沒有逼他 對 這樣說也是沒錯啦 但女孩呢 你沒有興趣的人 你就讓他死心可不可以 不要人家一說 我可以載你 我幫你買宵夜 我幫你搬家 你覺得有人幫忙 沒什麼不好啊 你就叫他來 這就叫利用啦 利用他想要追你的心意 幫你做事 如果是你對他有好感 就算了 大家都開心 可是如果沒那個意思 拜託 不要讓他白付出 即便你們不想承認 但這個就叫做 大家的關係都是朋友 男生有兄弟 女生有姐妹 為什麼男女之間 只要是一男一女 就跟追不追有關係啊 從來沒有死光啊 不要講什麼 越醜越蠢啦 嗯 如果現在反過來 是男生打電話給女生 女生去接他 這樣就不是養工具人嗎 嗯 男生對不花時間 打扮自己的女生好 就說是蠢友誼 對會打扮的女生好 就被說養工具人 養你芝麻 啊 大家互相嘛 每個小孩不都是媽媽 懷胎十月來的 哪有分什麼公主 王子 我願意出錢 出力 開車載 那是我體貼啊 不是義務 不要跟我覺得是 應該的 哈 可是外面很冷 又晚了 我怕危險 你來接我嗎 哎呦 哎呦 你也知道外面又冷又危險哦 哪來叫我去 公主大人啊 姓什麼 伊莉莎白啊 哈 要抱怨 覺得不平衡 不要做啊 做自己不喜歡的是幹嘛 如果因為你喜歡他 你可以為他付出 那就不要嗶嗶帽帽帽 等回報啊 本來女生去觀察男生 貼不貼心 對他好不好 疼不疼他 不喜歡還要做 還做又要叫 好朋友之間 本來就要付出啊 互相幫助 如果是我朋友 我也會幫忙啊 這不論男女 但如果有人今天為我這樣做 他剛好是個男生 那他一定會被說成 他一定要追你 他是工具人 你要騙你尿尿的地方 騙芝麻 如果今天我有車有駕照 朋友要我半夜去載他 我也會載啊 講幹話 等你會開車就是要感受了啦 騙高駕照啦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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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伴 陪伴 小姐姐 陪伴 朱仔